好,那我們就開始囉 想問一下,如果有些人喜歡貓貓狗 但是其實沒有適合的條件可以營養的話 可以建議他們對流浪動物做難的解釋嗎? 嗯,喜歡貓貓狗狗,但是他們沒有條件可以營養 那他們可以多打這些事情 嗯,可能參與公寓活動吧 可以,貓貓狗有公寓活動 因為有一些中途之家,可以給他們 然後他們幫你營養這些人 因為有一些中技站,其實你可以去做義工 然後去幫他們洗澡啊,然後餵他們吃飯這樣 其實我覺得喜歡貓貓狗狗除了領養他們之外 你還可以餵他們做的有很多 對 其他事情也可以就是,像剛剛說的中途之家 或者是做義工的解釋 嗯 我想問CCC在一看,家屬愛家那些流浪的走路 有沒有看到一些比較幸福般的情況 或是否有什麼印象多出現 嗯,其實如果要說印象最深刻有很多的貓跟狗 其實有邊險的 但是因為其實還是有很多的家庭 他們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他們如果發作起來,就跟我們抽筋天氣一樣 非常不舒服 然後影片可能會有發作的指數大概高達十幾二十幾個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 當然狗舊哥或是貓跟人一樣都會生病 有很多的 呃... 中... 不知道他中間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確定要養牠一對 我覺得 那就中養不是養 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做什麼地方可以做什麼 嗯... 那條... 你們對... 我會看到一些 你就來走人на 你ved go 然後touch 那種對象 其實 因爲拍戲 有時候會去到很多地方 然後都會看到很多的流浪貓 然後你就發現整個劇組都圍歸跟那些流浪貓丸 就是我覺得 恩.. 動物是很天真可愛的 大家都會被融化 那... 我覺得除了有能力的話,衡量自己有能力就可以照顧他們 然後或者是參與像渣拉那種計畫 就是從源頭開始我們讓他們不要在街上受苦 然後反而是讓更多有能力的人可以把他們接到家裡去跟他們一起生活 然後一起創造回憶,我覺得這是很棒的事情 那我想問一下,剛剛有提到一開始定算貓牌,後來是什麼樣的動作大肥貓咪窮? 就是你開始發現貓其實會有很多很奇妙的反應 就狗比較直接,但貓會有很多內心系 然後貓的跳躍能力很好 可是他就是會想要叫你把它包到櫃子上去站 他就一直在看著我 然後有一天,我貼在玻璃上的吊床掉下來 然後我就那陣子在忙,我都沒有把它黏回去 結果他有一天是,他這樣看著我躺在家裡沙發上 他會這樣,然後打那個,翻那個床 一直翻那個床,我想喔好,對不起,對不起 我的時候,就是這種種的互動都會,就是會被融化 你就會覺得,哇他太有趣了吧 直接反應給你 對,而且他真的很像家人一樣 他就是像小孩,他會跟你要東西,又要幹嘛 這太可愛了,沒辦法 其實有同一個時期,是貓跟狗狗同時在家裡 嗯 他們有時候有時候運動嗎? 或是誰比較,會這個比較大隻 喔,因為我們家的貓很喜歡我們家的狗 可是我們家的狗沒有那麼喜歡他的貓 所以他就會,因為大家剛剛應該有看到背地的長相 就很容易被欺負 所以我們家的狗就會推倒他 然後他會躺在地上這樣,看他這樣幹嘛 對 對啦,然後狗狗在沙發上睡覺的時候 他就會,貓就會等他睡著 然後偷偷去黏著他睡覺這樣 對啊,就很可愛 肯定是我 對 肯定是我 對 那兩位呢,你現在在家裡有沒有跟朋友們 一些可愛的不同? 大家想做什麼 有點... 揚換沙沙什麼之類的風流的事情? 因為我通常去遛狗一次都是六四五隻 所以通常都會引來很多人的注目 所以在這個同時的當下 我當然也很享受被注目 可是 在你會去遛狗的moment 通常都不是一早就是晚上 通常都是素顏的狀態 所以在這時候就會稍微比較困擾 因為我也同時 同時覺得很棒的是 大家都會詢問說 你的狗是從哪裡來的啊 我就會說我是營養 他說他可以養跟我可以養 他說其實有用心 就其實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然後因為像雪伯來我們家 他其實家裡只有養毛 但他對狗其實也是非常有耐心 因為我家狗看到女生就是會 不斷的有一些 奇怪的事情 對 而且只對他的腳 所以他也就是 就覺得OK 反正就是 隨便他他也沒有外形 所以我就覺得他對狗也蠻有耐心 那有沒有覺得在六個時候看到狗 還是要直接這樣出目數 通常要坐下 然後翹二郎腿的時候 我家狗就會有一些性的衝動 所以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非常感謝就是大家來到家裡 就是都可以狗在那一切 沒有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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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想問一下 吳麥龍你有就是 有讓自己家裡的衝突 就是相信他 就是相信他 喔 欸 你有帶貓貓出門 對 我拍攝的時候有帶貓去現場 對啊 然後他就是一直講話 然後就是我在講 講這些話的同時 他也在講話 就蠻可愛 對啊 我是蠻希望我們三隻貓有機會可以碰個面 因為剛剛看起來感覺老大老二跟 最小的感覺已經出現了 第一位 你說貓具嗎 對對對 我感覺我的貓應該會是小跟班 那我們家的貓是偏就是很害怕出門 對 所以 我們家的很兇 就是剛剛那三個照片應該就是 性格超 對 對 他的就是會被騎 配合型的 配合型 可是我覺得寵物沒有 因為我們當然有聽過很多朋友的故事 說他經過寵物溝通 或是狗狗可能過世去溝通 可是有時候我在養狗當中 就會發現到 其實他的表情 其實是眼睛就會去跟你對話說 他到底想要做什麼 因為我們家都是領養的 所以領養這時候就會發現到 他的性格 會更增性情一點點 因為他會很害怕說 你不要再把我丟掉了吧 你不能再放棄我 那種感覺 所以有時候他很壞的時候 我就會說 要回狗園對不對 哈哈 然後就 嗯 你很壞 就開玩笑 是不是想回去了 最會的是你 哈哈 如果媽媽會跟同學在那邊 你也可以信心 那我明明他要出門囉 當然我會啊 每一次都出門 都會跟他講說 喔媽咪出門囉 那你要乖乖喔 然後我什麼時候就回來了 然後回到這樣的時候 就說我回來了 就會這樣子 就演一出 就演一出 也會喔 然後 就是 就是我會跟他講說 欸我要出門囉 什麼 是不是寧靜嗎 應該不是吧 欸我要出門了啦 第一 就是這種 然後比如說 我們要出去玩的前一個禮拜 我就要跟他心理建設說 我們等一下 我們一個禮拜會要出門 然後要去哪裡喔 然後會見到誰喔 什麼 你不要怕喔 他們是好人 因為你看到他就是 配合型的嘛 就比較害怕 所以我都會跟他心理建設 對 那你覺得出門 會有一點點 什麼好點 因為我 我真的偏多 所以我通常在神理行李的時候 他們大概都已經知道了 所以 但如果去的天數很少 他們可能都會蠻開心的 因為天數比較多過來 就會 一部分 對 就大便娘娘在沙發上 對類的 但因為我都很習慣 喔 那家裡會有什麼沙發嗎 每天都會發生的事情 但是 很正常 但是因為我覺得 只要 但我覺得還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讓他們知道說 家裡的老大其實是 我覺得 我唯一都沒問題 因為 如果他們在真老大可能 在這個中間可能會咬到見血 所以 所以 人類還是要樹立一個威嚴的存在 真的 對那個哲心書嗎 哈哈哈哈 樹立一個威嚴的存在 有有 我們家的寵物都有對我樹立威嚴 哈哈 哈哈哈哈 剛剛在關心一下大家的那個 戲劇作品 很困難 不是有幫我們今天請 特餐給你 哦 對對對 那個角色也蠻 感覺應該應該蠻深刻的 還有那個照片 是啊 電視花車女郎 叫做宋惠祠 宋惠祠的姐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對啊 對啊 還蠻好玩的 我覺得那天就是 因為也沒有想過這樣的角色 會是什麼樣的情境 所以其實當時 來妖院的時候 我覺得欸 我好像是不錯欸 然後因為也很久沒有 可能在 呃 台面上跳舞的那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說 也是一個 新的挑戰 也就是新演技 啊 那後來他們五個 拿一個陣營上去 最慘的應該是神經久吧 因為他從早到晚 待到晚 對 那其他人可能一下子就 欸 收工囉 然後我就看著他們收工的臉 對 那你那邊有就是 但是 出在鬼影下地的舞蹈 就是什麼 那起來什麼 因為其實 有事先 做過排練 哦 所以其實太擔心 然後舞蹈老師都在我後面 哦 那那時候系的第一領導師 在晚節一點 對 這週晚節 然後 呃 就是 黑音波蠻長一段時間的 所以很開心 就是大家跟我們一起走到最後一集 然後 九月會有有生之年 有生之年會上 然後十月女鬼橋二 電影 大家希望可以去戲院支持 然後接下來會有此時時刻 對 我有很多東西要宣傳 對 此時時刻 對 就是 因為剛好我覺得很幸運是 這次的所有角色都不太一樣 然後接下來 一路會到明年 上半年 都有很多不一樣的角色 然後希望 就我喜歡有趣的事情 有趣的挑戰 所以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看一下 對 然後其實也有新的石巾秀 那個 剛剛彩花姐還有 對 他有 要不要再也跟大家 就是 其實你大家來看一下 因為那個 擺攤的部分 就是我覺得我們其實 宣傳蠻久的時間 然後因為其實 呃 其實這個石巾秀 是 現在我覺得蠻真實的 一個石巾秀 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有時間 可以看一下我們這一集 那為什麼想問一下 因為你知道 然後 對於這個其實我覺得 要做好 任何的心理準備 其實是不太可惜的 因為 你相處的時間 其實是這樣的 那 對我來說 我覺得 如果在他們過世之後 你可以轉變一個心理的狀態 是 他們已經花了十幾年的時間 在比半年 所以我覺得 你其實用著很感謝的心情 去感謝他們的陪伴 然後 說不定可以迎來下一隻 陪伴你的 任何一個衣服 也不一定這樣 因為最近 剛好我爸媽要搬家 然後 然後 之前過世的狗狗 就是 買在家裡的花園 我媽媽就說 要搬家了 記得要去把骨灰挖出來 這樣 我想說 天哪好突然 我都忘記我的骨灰買在骨灰 這樣 那就會忽然想起這件事情 也會忽然想起他們的陪伴 所以我覺得 其實就不要去抗拒這件事情 就是 在你有時間的時候 都會看他們 我覺得 就不會留下這麼多的陪伴 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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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那時候 就蠻突然的 因為他 就是年紀沒有到非常大 那時候 其實就是 和熙也幫我很多 就是找醫生 什麼的 但我覺得最後 就是我覺得會 會跟自己說 就是 至少我覺得他 他在的每一天 都是很開心的 然後我帶他去過很多地方 我帶他去 台中忘憂森林 我還滑倒 我也抱他 因為 然後整個滑倒在土裡面 對 所以就是 我覺得 我應該有讓他 過一個很開心的一生 我覺得這樣就很 很好了 然後他也帶給我很多 很棒的 回憶 對 忠養不棄養 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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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後方的攝影機麻煩姐夫 謝謝姐夫在白貓之中特別擔任愛惜大使 你們可以把這麼好的觀念傳遞給所有的朋友們 姐夫也有好多的朋友都是貓女嗎 好 來 好 全部可以看上前方 好 左上方 不好意思麻煩 好 我們最後擔搖周 左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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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 好 全部視線都幫我 左上方 中間 右翻 左上方 左上方 好 不好意思 我們最後三秒鐘好嗎 3 2 1 謝謝姐夫 謝謝 我們再度歡迎重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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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正前方開始 好 左邊 麻煩 來 過來 來 小心看她的貓咪背對 好 謝謝 好 麻煩她上前方 好 手指愛心 好 右方也有美女朋友 麻煩 愛心收拾起出來 最近還有一個很難的耶 我以為你也會 還有手臂的 有一個要扭曲的感覺 謝謝愛心大集中的 好 我們一樣都有三角裝好嗎 手可以拉三隻啦 中間包謝謝 要他們自己拿吧 中間 謝謝 好 謝謝 有請歡迎 謝謝 好多咧 天啊 天啊 這是五年的總招 大家要趕緊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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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西這五年來 除了在人世間已經奠定了愛心大使的身分 其實在狗狗貓貓界都已經剝出口碑了 不管是出去半路或是開車的時候 對啊 丟了太久了 覺得自己快要迷路的狗狗來 謝謝 請她協助 這邊謝謝 之前就救援到了全明星的時候認識到的照顧的狗狗嘛對不對 來 中間 請繼續堅持下去 在狗狗貓貓界裡都是口耳相傳 好可愛 也加愛心 好 右邊 右邊 麻煩 總招要號召大家一起浪愛終結孤單 對 我對 對 我們對 好 請問大家都捕捉到畫面了嗎 謝謝 謝謝西西 那我們再度歡迎三田 好 請就給她一大頓帳 謝謝 三田也是每一年起床活動之後 大家一面的狗狗是越來越別 好像動物人一樣 愛狗狗的 你們真的很難可以忍心看到 我們也很期待今年擴大到全台 能夠看到更多的成效 謝謝 好 那麼接下來我們要再度歡迎水服還有哲心兩位 一起放在一起 好 兩位請看一下前方愛心大指 先請幫我們鼻子愛心 中間謝謝 中間謝謝 好 右邊謝謝 兩位謝謝 我們要不要換一個愛心 這次都一直挑戰非常難度高的愛心 好 左前方謝謝 好 好 左前方再一次麻煩 謝謝大哥們 謝謝所有的媒體朋友們 謝謝 請問大家要捕捉到需求的畫面嗎 好 再度謝謝 謝謝兩位 謝謝所有的愛心大指 謝謝創辦人 謝謝 謝謝